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舟 有我的好拍档,杰斯在旁边,杰斯你好 你好桑普,又开始我们这个星期新的新桑海神舟 也是依靠很多话题 上了很多话题吧,我们由中国的一些东西讲起来 接着我们就讲到一些国际的议题 我们连续两个星期都讲美国大选 我们会继续关注的 不过我们穿插里面讲一点 我们下个星期可能讲更加多了 但这个星期我们先讲一些其他的新闻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中国是不是有些unrest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就可以撤出来鼓动了 但是当然这件事的话,谈花一言 我等一下会讲给大家看什么 最近有个新闻就是很多媒体都讲到的了 就是一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李永 也是在X里面去发表一些文章 他已经是意大利的一个议议人士 他就提及到在湖南省的楼底市的生化园 这个地方是一个二三四线五线的地方来的 这个城市里面有个行天桥的 行天桥上面有人过在一个白色的 白底红字的红字用手写的一个环额 里面写就是说又是那些东西了 2022年10月还记得这个彭在州彭立法的四通条事件 现在都生死不明 这位仁兄就仿效他 写上不要特权要平等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方言要尊严 不要文教要改革等等等等 不要不做奴才做公民 罢工罢货罢免独裁国撑习近平 又说这个反对脑控 脑部的控制 然后又播出一些声音 就说要自由 要民主 要选票等等 我看完之后呢 我会觉得 哇 是不是又出来呢 就是有些这样的勇士 其实是勇气来的 我会觉得是勇气可加的 就是他将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但是就是说第一件事很基本 我看到整个街 就是重点不是那个横額 是那些人的反应 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 哇 我们想的真是很类似 是很类似 你们先说 你们没有反应 你们没有反应 在北京 至少有人有几个人 小猫几个都好 看看那四通桥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那么有人拍这段片 一个突发事件来 没有串通好的嘛 这件事你拍到了 然后有没有观众呢 有没有人去关注呢 有没有人去继续行动呢 有没有人去集体的示威呢 好像香港人 2019年 不要说2019啦 由89之后 无日无知 无年无知啦 2012、2014、2016、2019之后发生什么事啦 这些就是一种抗争的精神 没有反抗 一切都归零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嗯 这件事呢 证明中国大变的前兆了 有大变的 真的就是说 挂这个横額的人是勇敢的 我们当然支持的 但是说没有人响应 是懦弱的 是也都不会值得 喂 等等先 又要讲一下笑话先 你说挂出来 说 反正那个人是勇敢 有限度的勇敢 行不行啊 喂 他没有应头啊 大哥 他都不敢应头啊 他都是三间半夜挂他出来而已啊 那他都挺勇敢的 我不可以说他不做 就等于年龙牆的概念一样而已嘛 就是有人会做一些东西 你说是不是 我说得对的 他不是十足的让港 跟我们香港真的那些 手足我得比啦 但是似乎他好像 香港和理非贴年龙牆的那个level 贴年龙牆你都不知道哪个贴格 但是你说起码就表达了他的意见啦 很多人都做了这件事啦 to me in a certain part 你有做一些东西 就是不是只有一群口说 真的有辅助行动 但是我会觉得这些是 很低层次的勇气啦 真的高层次的勇气 就是反抗 就是冲击 要做一些东西使得共产党痛的 这些东西不会使得它痛的啦 是吧 要做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看到在海外有些人 起码我和中国有关事 不要经常和香港有关事 和中国有关事就是大翻译运动 比如说这个揭发 外面的ETO的人啊 袁崇彪啊 什么鬼是中国海外警察站啊 然后只要将他们里面的一些共调的组织 会启清出来的 那这些会使它痛的 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做呢 我会觉得 就是言者津津天 听者妙妙 对今天来说是不行的 我会觉得你说 因为这件事 所以觉得中国希望是不会啦 接着很多人就会说 诶 听一下 金正恩又去鸭陸江看这个水灾下 又搭着橡皮艇又不绑救生态下 你看习近平什么都没有做 摆明摆爛啦 说这些东西的人 没错这个实际的东西没错 问题就是说完之后 and then 是吧 尤其是中国的人说 and then 你做什么呢 没有 接着你看习近平开什么座谈会 说这个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难题 跟着呢 发展中转型中 经过努力是可以避免的 那说完之后笑一下 啦啦啦啦 习猪头 你说这些东西呢 本身你就是问题了 我都这么说了 and then 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地方 能够说的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需要人 去做一些行动去改变现状 而不是只是说 哎 就是看这些东西 证明到中国已经开始大变的前夕 喂 我觉得这件事是 It's too far away 你问我 习近平最近的精神状态 是不是有变差 我觉得也是啦 你说是不是中风 不要乱吹啦 OK 那些是海外的一些 所谓的民运人士 吹到现在都没停了 那为什么吹啊 喂 赚钱的啊 就是你不断起一些 聪动的标题 说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有收入的嘛 有流量的嘛 有点击的嘛 这个就是他们的方法嘛 但是我不是介意别人 你赚不赚钱啊 我介意别人是不是讲真话而已嘛 喂 这些完全是假的东西嘛 那你为什么可以拿出来说呢 到今天都没停的 你想一下他不断接见不同国家的人 慢慢读一些稿子出来 是 他读的语促 读东西的语促 是不行的 有些读错字要翻头读 我会认为他的身体状况当然是老了 我呢 我呢 其实我都没拍片说习近平最近避传 又中方又说死了那些 但是其实我说的很简单的 就是我觉得不断这样将这个 就是拿来做议题的人 YouTuber也好 或者评论也好 或者在X那里 就是有很多大陆人 不妥啊 反习那些就不断是这样的 就是讲极都不厌的 就是 但是我很想指出一点 习近平死 指出两点 第一点 习近平死不死呢 是个党决定的 习近平可以死十次都可以的 OK 这个事实你是不可以排除的 OK 第二点就是 就算现在习近平是死了又如何 OK 死了不代表中国的那个政治体制 就会改变了 这个 这两点不断 我经常都讲的就是 就是 这个就是 你在这两点上 你已经见到中国人的悲哀 你都是 你都是 期待一个 开明的专制 你仍然是希望的就是 一个 你仍然是投向人次的那方面 不是法治的那方面 或者不在那儿寻求那里的制度 所以是很无聊的 讲到今天 还有 意大利女总理都访问了他 那需要不需要争论 那个是真的习近平 还是假的习近平呢 喂 浪费时间的 大哥 是真是假 又如何呢 那现在总之 插庄那个就是 以习近平领导的一个共产党 而这个共产党暂时没有变 OK 除非共产党自己内斗 然后出来说 喂 喂 习近平已经是 是 死了 或者是被捕 OK 好像当年四人帮那样 那然后 那些人又出来 白眼首长又欢呼 OK 喂 又是继续 又是共产党统治 是不是 那开明都去哪里 所以你说中国人有什么希望 当然没有希望 大哥 就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很无聊 就是我这一段时间都是 整天的人都在争拗这件事 有什么好争拗 有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好争拗 是啊 就是分坑上面 当然是出分店的 就是这个是基本原则 是不是 就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去想着 就是说要一个 反省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懦弱 跟着在文化上面脱胎换骨 在观念上面脱胎换骨 也都更重要的就是说 要求政治上面的真正的反共 不只要打刀习近平 不只要打刀共产党 就算这一点 你无论是彭在周 还是刚刚讲这位 湖南版的彭在周 都是罢免罢工罢货 罢免独裁国策 习近平 但是各位你怎么罢免呢 罢免你已经顺着 共产党的制度 你罢了一条毛吗?大哥 那你就是推翻了 那你推翻了习近平 你不说要推翻共产党 擺明就是说 要打倒这个共产党的了 好了 你打倒了共产党 你想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取代 如果你不是支持一个民主的 尤其是共和的 宪政的 真正是 就是对于我们的宪法 人权、法治有保障的 刚刚才说的 如果你还是人治 不是法治的社会 你还是专制独裁 不是民主的社会 喂 你这样的搞法 一定是 永远是这样的轮回 就是唐宋元明清而已 国共之后有另一个朝代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十万 十万九千九百年 永远一万年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经常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 有些人 我最近有一个 大家知道我有些活动 就是在台湾那里参加 有公开活动的 有一位陆生 就是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女生 她来这里听 她是很飘客的 她不是共调 她就说 她都表明身份 我是中国来的学生 她想问一些东西 她说 台湾或者香港 因为那个议题 是跟台湾和香港有关的 那很多谢 我不是港姐之日 譬如有其他人做港姐 父汤在这里 也都有一些 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的活动 这是公开活动 然后那个女生就会问 喂 有些什么是 台湾可以帮到 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发展 其实那个主持人 和很多人都是很不客气 没有一个国家 是会帮另一个国家 发展它的民主运动的 你自己都不帮自己 你叫人家怎么帮你 是呀 如果我现场 我就会这样回答他 对 这个答案已经完了 对 非常清楚了 完全同意 你自己不帮自己 谁帮你 你帮自己 人家帮你 OK 人家是一个grace 一个帮忙你 是重要的 甚至为我的利益 也帮你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自己都不摊着火头 有什么用 你自己都不帮自己 有什么用 所以要求的就是说 你不要问我了 问你自己这个答案 对不对 你的行动在哪里 你叫我们来一个地方 率领黄丝 率领香港人 来中国到 参加民主运动 喂 荒谬 当然有一班 就是香港的一些 很早期的 大中华交的泛民人士 我觉得一定要中国民主的 是 那说完之后 这班人又做了些什么呢 那你说 呱呱叫一大堆 但是我希望 是人都会说 中国要有民主 但是你中国人自己 第一 你相信的是什么的民主呢 或者就是 就是中国人今天 有没有一个 intention 去推翻共产党呢 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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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就是 就是看到湖南这件事件 我也想说的就是 我只能够看到的就是 就是 民间当然有反习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那这个当然是 因为 我想大部分的 目前的中国人 就是觉得 最近都有一个terms 一个terms 已经说完了 雜色的蕭条 就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下限 但是我想 这个就已经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你问中国人的就是 因为习近平常要推翻反习 就是因为 因为现在没饭开啦 经济差了很多啦 找份工都难啦 之如此类 都是这些东西而已 没有人上升到一个 我没有听过中国人有一个制 就是有人上升到一个层次 就是说 喂 喂 再这样下去 比共产党再统治 真是不行的 这个社会 这个整个国家已经公义 所有东西都不用说 大佬已经变成了江湖 有什么大家拿着刀出来 就砍过 就算了 其实 就是你看到湖南有这样的事 其实都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是会看到有些unrest的 比如湖南的水灾 最近的水灾 因为湖南水灾 其实是 告诉你 除了湖南长沙 如果你有去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 除了湖南长沙 可能好少少之外 因为湖南大部分都是 农田 就是 都是农民多的 湖南都是以农民为多 喂 然后 因为它也是邻近江南 那些地方 所以湖南 一水灾 其实大部分地方 是会被共产党 改了那些水道 洩洪 改水道 总之它是受害者 所以每一次湖南 这个是其中它的unrest 还有比如上个月 上个月 我记得也有一宗就是 一架车出来撞死 撞死很多人 撞死 好像是这个月 撞死整八个人 就是官方报道都八个人 然后又死 又双十个八个 据问也是跟一些拆迁有关 有个傻佬 开一架车出来乱撞 其实你看到很多这些unrest 其实都不是 政治在湖南 其实在其他地方都有 但是这次 这就更爽 湖南一向都是 湖南人其实 去到毛泽东年代 或者回到上世纪文初的时候 喂 最反动的都是湖南 就是我们看中国的历史都是这样 要不然怎么会出了个毛泽东 是不是 所以就弄了这些环子出来 但是那个政杰 刚才repeat了 都不太说了 就是 那个最问题的精杰就是 没有人出来认头嘛 那我跟桑寶 其实看那条片 其实都是看同一样东西 就是喂 你看到周围 他掛了一条桥之后 跟着 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 没有人理的 那刚才桑寶说 喂 没有反应 大哥我是那个湖南人 我真的回答你 桑寶你要我给什么反应你先 我给反应 我真的会死的 是不是 那这个才是典型的 中国人的东西 他可能他都会大快人心 所以没有人拆 起码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拆走 有了播音 霸荷霸工霸面 独裁剥擦 习近平 哇很激的大哥 但是没有人应投嘛 那最多就让他在那里挂一阵 然后那些抗音器就让他玩一阵 是这样的 我想要问责就问回湖南省委 他们自己跟习近平去交代 跟党去交代 那这些事可能在未来 其实可能都会或者偶尔会发生的 就是会打游击 但是你去到就是没有 你始终都是想说一件事就是 那中国人有没有组织走出来 有没有组织走出来 有没有组织走出来 就是用恐怖手段去搞定他 我真的沒有煽惑 因為我從小到大讀那些中國歷史都是這樣的 都是一個極權就推翻一個極權 永遠都是這樣 如果我錯了 你們指證我 告訴我曾經有過民主自由走出來 不要跟我說孫中山 真是不要跟我跟桑普說孫中山 OK 你真的只會讓我們笑 你的 就是這樣 完全同意 基本上到今天為止都是這樣 中安有沒有一些所謂的開心的時刻 自由一點的時刻 以後就是春秋戰國 五四運動 就是民初的時候 新文化運動 就是這些開心時刻 但是這些開心時刻 往往談花一言的 往往幾千年才一次兩次的 就是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沒什麼大意思 有唐詩 宋邪 有村菜 雙菜 什麼都一樣 就是這些 我不會否定這些東西 但是我會講一個制度 講一個文化 講一個觀念 講一個勞性 一模一樣 言論上可以做到什麼呢? 你起碼不會只是反習 你要反共啊大哥 而且不只是反共啊 而且就是說 促進這個大中國 大帝國的分裂嘛 尿也沒有說這個帝國必須分裂嘛 現在在德國啦 他在說這個就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這個帝國不分裂 香港沒有運行的 台灣沒有運行的 民主的中國 只是等於一個新的普京的出現的 普京都很民主的 每六年選一次的 是不是?做票也好 什麼都好 至少俄羅斯人一人一票選普京出來的 是不是這樣? 民主的中國啊 俄羅斯真是 至少人家真的一人一票的 是啊 俄羅斯人真的支持普京的 是不是? 是啊 你起碼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中國連這些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想要嘛 俄羅斯你幸好是戈爾巴喬夫嗎? 是 有一點點幸運 但是不要忘記 當時蘇東波來的時候 俄羅斯人都有抗爭過 但是結尿雙巴亡了痛 中國人八九六四都有抗爭過 也真是為民主自由鼓語呼 接著呢 一切向前看 變成天與地 變成南秦講話 變成一切呢 擁抱金錢不理是非正義 就造就今天這一代的中國新生代 是啊 八九六四之後 喂 所有東西有跟有強的嘛 那你今天那些中國的新生代有什麼? 是啊 使得不好 又不是太平盛勢 就躺平咯 你問他他就躺平咯 好像很帥氣咯 以為這個就是一個解決方法咯 所以你怎麼能夠這樣? 有躺平咯 有躺平咯 四十多個人 分開什麼青年養老院 我們講過了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做的事 簡直是離漏狀態 這些人有什麼用? 接著你說我們要為中國人 中國很多不是這樣的人的 中國很多人要抗爭的 那你在幻想世界中生活呢 我都沒有辦法 是 有很多人想了 但是沒有做嘛 喂 起碼我會覺得這個人 這傢伙呢 做了一點點東西 他用點個火頭 但是他又不敢做多 就好像傑斯那樣說 你做多的就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河北村之書 三死三傷 找人整個炸彈在那裡 整個家庭全包散 那這些呢 就是做了些什麼 那我不是鼓勵大家暴力 我只是說 喂 人家使得他有些人痛 恐懼的 這個是有這樣的後果 我不是做很無分的事情 我不是鼓勵這些行為 我只是說 他做的事的意義是有的 因為他殲滅了一個呢 害死他的惡官 分官 貪官 惡利 酷利 喂 這件事就是他以前九品芝麻官時代的動亂 就是李自成 張憲宗 黃炒 但是這樣對中國沒有好處 他只是說 不斷地搞動這種所謂歷史的輪迴 我在我的心目中下 就是說 中國人不幫自己 我身為一個香港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勢力去幫助中國人的 而你本身想追求的東西就是要 吞併台灣 消滅香港 融化香港 喂 你記住龍夫與蛇的故事 大家很清楚 我憑什麼幫你呢? 你要我幫你 我怎麼幫你?我沒有義務幫你 不是 可以跟那個人 還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那就不得不得了 那你中國人為什麼你不回去 拖錢你去北京 如果覺得你說你是中國人 去支持民主中國 那你去北京 快 好像馬英九之流 一定是天軍門示威 我們要民主中國 好像以前90年代佩洛西拿個橫額出來 打倒共產黨 支持北京民運學生 你可以這樣做什麼 你在佩洛西都沒有打倒共產黨 只是支持北京民主運動而已 那你就這樣做 那你現在不是的話 那在這個地方說什麼呢? 我就揮放台灣的安全 我是不是關心中國的情況 就是關心 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香港也不會好 所以我們基於這個立場的關心 而不是基於說我是中國人 一看到天安門就流眼淚 然後看到毛澤東這條絲就覺得 嘩 覺得自己爺爺的 這些想法呢 我會覺得這幫人絕對不配有民主自由 他只是做了很多時間 可以給多一個建議給這位陸生的 你叫他就不要浪費時間 還在台灣初途 你說有什麼可以做的 那你給他實質的記者 叫他回去 為那些中國的異見人士 你現在坐牢那些 或者是709 或者應該快要放牢 李喬坐 給他一個名字 李喬坐快要放牢 你回去為他發聲 你回去不用了 你總之一回到中國 你就大聲疾呼 李喬坐什麼時候放牢啊 坐夠了 什麼時候出來啊 如果你連這些都不做 你說我們爺如中國人 如果你說我們爺如中國人 如果你說我們爺如中國人 十幾億裡面有多少人 是好像李喬坐 像張展 像潑墨女孩 好像709律師那樣 不多了 是不是呢 人家現在坐牢了 那你有沒有人接力上去啊 喂大哥 那這些就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要不要人教你啊 你都讀到大學了 是不是呢 所以你怎麼會走出去問人家 問人家有什麼幫到你呢 真的好笑啊 哇 我如果在現場 我真的抱著他來 笑到爆燈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啊 很有趣 這個是這樣的事情 但是另一件事在國際發生 都很值得關注 就是哈馬斯 大家知道 這個真的死了了 這個真的死了 習近平還沒死 是啊 做什麼 我覺得世界上是論功衡上的 你do something really great的話 人家全世界都會觸目的 你問我全世界最大的黑幫是什麽 當時是共產黨啦 那你說其次一堆的 就是其中一個叫哈馬斯 那這個黑幫恐怖主義組織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要跟我講那些free Palestine 那些美國左膠 在國會面前是噴漆的那些人 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支持 我不會支持這幫人 哈馬斯就是一個戰士女性 種族主義 跟著還要用宗教極端的手法去殘害 即是Israelis的人 那麼這種這樣的組織呢 基本上在去年10月7號以哈開始爆發衝突戰爭 因爲哈馬斯先遼者戰 竟然殘殺了那些無辜 聽著音樂會的一些和平的以色列的人 之後抓了一大堆人回去 那導致很多美國人 甚至以色列人呢 是成為了這個哈馬斯的人士 然後整件事就被中國利用為 標籤為以巴衝突 將它擴大為巴勒斯坦衝突 竟然搞個北京宣言 想將哈馬斯拖入整個14個巴勒斯坦組織之一 但是呢 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說 自從127號到現在 戰爭未結束過 那麼美國的左派就覺得要希望呢 以色列不要再有襲擊那麼多了 你們會支持你的 但是你不准攻擊拉法 你要人道援助那裡的巴勒斯坦那個居民 接著右派就覺得 喂 快點支持這個以色列將它 盡快速戰速決 殲滅哈馬斯 這個就是不同的看法 這個是美國一邊 但是在哈馬斯來說 有一個領袖 就是哈尼亞 就是用哈尼爾的 如果用廣東話來講 哈尼亞 H-A-N-I-Y-E-H-R 就是Ismail哈尼亞 那麼這個哈尼亞呢 就在7月30號 就去伊朗訪問 因為伊朗有一個新總統的就職典禮 就叫做培澤斯基安的 不知是什麽來的 總之就是那幫伊朗的人 好了 最後7月31號呢 就突然之間死了 死又怎死法呢 眾說紛紜 至少哈馬斯就說是被人凶襲的 伊朗就說是被人槍擊的 斯爺非爺呢 自己看回新聞 現在都 我現在做了節目都還沒清楚了 那是不是美國搞的呢 那我覺得似乎機會不大 否則就說是足短的 不用啊 不用啊 用不出動美國去搞啊 是啊 這樣的組織 就是以色列的組織 就是很可能是以色列搞的 就是莫薩德、莫薩德 就是這個是一個 不斷搞的很出名的組織來的 那如果你看回它在全球上 就是怎樣搞有關的暗殺行動的話呢 大家知道呢 絕對是 就是No.1來的 就是一點都不容易 那你想一下 譬如我舉幾個例子 就是譬如說是莫薩德 1972年 毛尼克奧運會 發生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劫持以色列運動員的事件之後呢 這個以色列的這個暗殺特務組織的莫薩德 開了一個Rath of God 上帝之路的報復行動 之後呢 很多劫持事件有關的巴勒斯坦人 在場合數年裏面呢 在歐洲逐個被暗殺的 那麼PLO 即巴勒斯坦解放政 即巴勒斯坦解組織88年 高級軍事指揮官 卡里爾·阿瓦斯 即雅齊爾 也都是北非特尼斯被暗殺的 2010年 以色列的莫薩德的特務 持假護照喬裝遊客飛到杜拜 扮成網球選手美徐哈馬斯部隊 創辦人這個馬布胡克馬布 那就是進入這個酒店房間 就將它垃圾垃死 那當時因為在杜拜、UAE 即是阿瓦斯坦人又非常不開心 那兩年呢 相當的關係非常差 後來都解凍了 跟著它也轉向對於伊朗的核計劃 2012年呢 多名伊朗的核科學家 在德克蘭被暗殺 那這次也是德克蘭的事件 那去到2020年 即是最近四年前的11月 伊朗首席核武的科學家 就是這個法克里薩德在德克蘭外交 就是這個被遠程遙控的機槍擊斃的 那這個就是巔峰之作 這次可能是另一個巔峰之作 那我想這個莫薩德今天以色列未承認責任 是吧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 它需要有時間 被有關的人員撤離伊朗嘛 就是如果突然之間承認責任 噢 那就好玩了 那當然現在就是他承不承認責任 都要急著走的了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會看到 喂 一旦這個頭目死亡 那會不會就是以哈衝突的結束呢? 不會 因為以哈衝突哈薩克 不是哈薩克 哈馬斯呢 是一個恐怖活動組織 好像是銷售的 那你今天你的頭目死了 很多人就說這個頭目負責以哈談判的 這個不是負責以哈談判的 是負責以哈不談判的 OK 那結果就導致什麼呢? 就導致出事 那這個頭目死了之後呢 下面的人一定爭拳 那他們誓言呢 一定要以眼還眼 一定要進攻耶路撒冷 消滅以色列 那這些就是哈馬斯的說法了 所以以哈衝突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只會激化 他一定會有人接這個棒 就是這個恐怖組織 一定會有人繼續做下去的 那你身為哈馬斯政治局主席的哈尼爾 就是死亡之後呢 他死亡時間7月31日了 凌晨時分 德克蘭在他住所 那看到他的保鏢都呆了 那我看到以色列的勢力有多大 就是我會覺得這一點呢 是do something的 就是我剛剛跟中國的東西講過 講到了 我先不會跟你民主自由那些什麼風向那些 我先不要跟你說民主自由啊 法治這些 如果你要一個王朝推翻一個王朝 唐宋、唐朝、五代、十國、宋朝、元朝、明朝、清朝 有這樣的時代交替的 你要想一個敵權換另一個極權的 你是不是do something的嘛 就只有口說嘛 是不是? 到今天你會看到 以色列面對一個外敵 他不是根看自己的朝代 是面對一個外敵 一個哈馬斯 他一樣都會講得出做得到 精準出擊 低調務實做任何事情就高調 OK?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激來一個反響呢? 可能會 但是你面對敵人雙方交戰 你是這件事情最好的 如果那幫左膠認為呢 哇 擊殺這個哈尼亞都不對的 那各位 如果你不擊殺哈尼亞 怎麼會制止到更多的傷亡呢? 好了 你說這麼多傷亡沒有出現了 更多人會挑出來代替哈尼亞的 有可能 我想以色列的情況會更加 而這件事是搞亂了一件事 搞亂了北京的部署 北京的部署是什麼呢? 就是北京宣言 就是希望用這個14個好朋友握握手 在王毅的見證之下 大家成為一個臨時政府 但是今天呢 哈馬斯其中一個最大的 加沙地帶的重要的幫派 是臨當 一臨當的話 它不是整個組織臨當 在那個頭目死了 下面的人爭拳 會不會平添這個風險呢? 當然不會 就是換言之 今時今日 中東的問題 這麼多年來 由我出生到之前到出生之後到現在 都沒有解決過 那中國也沒有可能 不是由你出生啊 桑普 是由一戰之後都沒有解決過 大哥 我和你都沒有出生啊 真的 是啊 這些事情呢 有空問一下英國人呢 他就知道有多頭痛 所以你共產黨上個星期 王毅懶威出來北京宣言 我們已經說了啊 你又沒有請到很多人 你沒有請到以色列過去 你說你要做和事佬 又沒有以色列粉 你又沒有請到 接著呢 哈馬斯 你又找一條彈散 代表哈馬斯 那你又沒有找到這個哈利亞 這個 這個才是真命天子 還有啊 現在還有 還有一個你都沒有找到 其實你都應該找到 但是共產黨搞到一平 OK 就是黎巴嫩真主黨有沒有人代表啊 又沒有 那你首先說回哈利亞這件事 其實就很明顯就是幾天之前 哥蘭高地那個足球場 被真主黨的火箭 那就射了過來 那就死了很多以色列小孩子 十二個 是啊 十二 又是十二 十二又很邪 十二是一個 猶太人很敏感的Number 十二支派 是不是 猶太教裡面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回答桑寶先 就是 人家 do something 那個由來已久 的以色列 猶太教相信那個東西 他們很相信一個萬鈞之主 就是他們相信那個God 跟我們相信的God 是一樣的 不過他很相信 舊約裡面那個萬鈞之主 因為主都有很多重的性格 那萬鈞之主呢 某程度上就是以牙還眼 以眼還眼的 OK 那麼對 在猶太人心目中 這些 這些 整個伊斯蘭的世界是不用給他面子的 那他這次是做了一個很快的response 那個response是 你搞 你射幾支東西過來 他做了兩件事 他現在都已經 這一兩天好像聽到都已經有轟炸 泥巴嫩 真主黨的基地 那第二件事就是 喂 就是你不得 其實我 如果大家熟知中東的尾巴那些東西 其實我 這件事都挺震撼的 就是因為 首先就是哈利亞是目前最大 阿玛斯最大的領袖 而這傢伙呢 其實他還沒死之前都差不多接近 恨色加橙色的 不要說粗話 在新桑海神州 就是恨加橙 OK 他都差不多接近恨色加橙色的 因為他的兒子和孫子 其實在上一年半載都死了 全部都是被以色列殺的 但是他自己呢 他長期其實 他不是住在加沙地帶的 哈利亞是住在伊朗的 大哥 所以剛才說莫殺的 就是叛為官子 他是找人進去伊朗來做暗殺 但都不是開玩笑 他很豪的 住到豪宅的 很多人保護他 你怎麽埋到他身呢 就是 唉 就是有時候想一下 我也是開玩笑的 大家不要聽了 有些覺得 如果你說習近平得罪以色列 這樣就好笑的 我覺得他唯一有能力 今天只是 是可以冒殺那些去到中南海去做事 Do something OK 但是這些是開玩笑的 不要說 不要說太多了 那但是 就是這個 這件事其實就是 告訴你 他真的給了一個快回答 然後還沒完 然後回去 其實我就馬上想到 喂 你剛剛過幾星期前 又說什麽北京宣言 那又是只有個鴨字 我們上個星期做節目 告訴你 桑普都說了 是宣言 都是只有鴨字 你神經病 你怎麽搞 我告訴你 即連共產黨 共產黨是沒有能力去做這個和事路的 我補充一點 剛才桑普都說過 哈尼亞死了 那自然要有人上 哈馬斯又會有派人鬥爭 我告訴你 誰幫莫薩進去伊朗 搞定哈尼亞 都可能是哈馬斯的人 大哥 這個變得很複雜 很多人都想上位 都是這樣而已 那所以 所以 就是 複雜到你根本都不信 那你還有 還有 還有加上這個 伊朗 和 這個 真主黨 和黎巴嫩真主黨 這些全部都是伊朗 伊朗 伊朗是在後面 撐著這兩塊東西 爛頭櫥去打 打 以色列的嘛 那你 所以你 你中共有什麽資格去做這些和事路呢 你的北京宣言有沒有叫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來呢 沙地阿拉伯就撐巴斯那邊 複雜到無論 那你 所以 這些事情 如果搞得怎樣 英國佬和美國佬 八年前都搞得定 所以 有時間搞 那哈尼亞死了 然後我想加沙那裡 又會再繼續 是 沒得收課 就是會不會再回去 談判場呢 這個 真是 那我就不樂觀了 這個是一個問題 比如哈尼亞 他就是由北京 飛回去伊朗 他家裏不是哈馬斯 是伊朗 OK 就是 不是加沙 不是加沙 他 擺明看你北京眼眉 你剛剛前腳一走回家的時候 就對林尼 換言之就是 不是 補充他好像沒有去過北京 北京宣言好像沒有去過 不是 他不是北京宣言 他知道 他從中國完成訪問之後 才回到這個伊朗 是是是 北京宣言他沒有出席的 是的 沒錯 北京宣言他沒有出席的 北京宣言找其他人去搞的 OK 他自己說 喂 那北京就訪問 問了一大堆事情 因為他不想見過其他幫派 是嗎 OK 那好了 他回來的時候 就對林尼 意思是什麼 穆斯特就告訴你 我可以在伊朗那裡 對林尼 在你家裡 在我敵人 在伊朗重重圍困一下 對林尼 就是我給你面子 中國 我分分鐘你再搞的話 我去中國對林尼 這些垃圾就可以 哈利亞如果在中國 一樣可以對林尼 就是這件事在震懾著中國 基本上剃他的眼睛 而且中國不敢說話 因為哈馬斯現在在執牌 洗牌 洗牌 洗到誰 那當然 永遠是跟紅頂白的 共產黨 是吧 誰贏那個就支持你 所以到今天 都不敢說任何說話 甚至呢 有 有 有一點點回應 有一點點回應 北京都出來了 外交部有回應 就是譴責這些暗殺行為 但是 喂大哥 你譴責這些暗殺行為 但是去年10月7號的 哈馬斯恐怖襲擊以色列 共產黨到今天都沒有譴責過 這是不是垃圾來的 這些政權 那你說喂大哥 這個是香港人的祖國來的 香港人要知道的 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要知道自己的祖國 是站在一個多邪惡的一面 大哥 就是不知所謂的 神經病 祖國 我當然不會祖國的 我會覺得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中國是什麼 所以說 這件事會發酵 而我認為以下衝突會擴大 不要說以下 剛剛說 這個12個小孩子 在這個足球場上 因為這個 真主黨的火箭 就是真主黨 是誰叫Hesbollah Hesbollah 是什麼地方 黎巴嫩南部一個極端組織 於是以色列厲害了 以色列就反制 反制也都是 攻擊黎巴嫩 黎巴嫩就是這個國家 它南部這些組織 導致有些人死亡的 當然 這件事當然 沒有人會覺得是好 當然擊殺了 真主黨的蘇赫爾 這個蘇赫爾 我想是真主黨的第二 這個第二 蘇赫爾被人擊殺了之後 證明到 以色列是精準 這樣將有關的人擊殺 就是無論是哈里亞也好 就是這個哈馬斯的領袖 政治局主席哈里亞也好 或者真主黨的蘇赫爾也好 也都很快擊殺 那當然Hesbollah 就是這個真主黨 就希望大舉又衝進這件事 那會不會這件事 兩個都會夾擊呢 其實兩個都是僱傭兵 他們後面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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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的後面有什麼 真主黨還炮過哈馬斯 告訴你 是啊 伊朗的後面就是中國 就是沒錯 中國不是很想打 就是說不是去擊這個戰爭 但是Funding 給錢給伊朗的 武器賣給伊朗的 誰賣啊 中國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認識 就是中國一switch off 這些武器供應 沒有戰爭馬上停 以下衝突馬上停 問題就是一切的冤手 最惡的根源就是中國這個大金主 可以安視很多人 有生意 是啊 有生意先做 就是中國 就是看你用什麼角度看 有些評論 專家經常說 就是中東打仗 中國就不好的 因為中國要有 但是呢 大哥 你打不打仗 不是我們說 大哥 是上天說 但是告訴你 中東亂的時候 中國都不是太差的 因為有生意做的 就是你不要忘記 大家可能忘記了 那你孟晚舟 華為那時候做什麼 孟晚舟就是了 孟晚舟為什麼被加拿大揪了 就是因為 因為長期其實他們賣很多敏感性的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chips 儀器 高科技的東西 全部賣給伊朗 還記得 孟晚舟 華為也設定很多公司 在伊朗也有很多公司 就是很多生意可以做的 怎麼會沒有生意做呢 那你運水火魚 中國人也是最厲害的 現在俄羅斯 伊朗這些都要靠中國的 因為受制裁 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 所以我去到 看回整個局勢來講 中國並不是 要希望天下太平 中國不是要錢 不是真的要油 沒有油 就是牛 牛推車 是吧 羊推車 羊推不了牛推車 是吧 但是中國最重要的是權力 我也講過 中國一同二百個個 靈要核子 不要父子都可以的 他怕你越老鼠 一點點不怕你 重要的地方是 現在如果中東越亂 對中國越有利 中東如果越亂 就是現在我想它越亂會擴大 就是某程度上有些擴大 不過很難測 如果它擴大 以哈衝突擴大 以色列和真主黨的衝突擴大 記住 黎巴嫩不是真主黨 黎巴嫩的政府 和真主黨是若跡若跡 沒有什麼關係 表面上沒有關係 表面上沒有關係 但是記住就是 真主黨是直接受伊朗去Funding的 哈馬斯也是受伊朗Funding的 但是它的地道的 不是伊朗學的 是學北韓中國這些的 不然之 是整個邪惡軸心 而頭目就是中國 中國要伊朗亂 要這些中東地區亂 對它有利 起火頭而已 就是它知道 中國最大的對手是自由世界 在美國、歐洲、日本、台灣、韓國等等國家 它要使這些國家疲於奔命 民窮才盡 浪費他們的時間 精力、集中力、風險、人力、物力、資源 全部擺在外乎戰爭 擺在以下衝突 擺在各國的左右派的分歧 擺在各國的內亂 中國就可以安逸 這個就是共產黨續命的燒雲丹 就是希望用這個方式 來使自己保命 現在以下衝突會擴大化 可能會 最重要的是 以色列也都利用這個時機 去逼美國去說是 即使左派如卡馬拉·哈里斯 也都說 你以色列被哈里斯 去襲擊 我都會站在以色列 去支持你的智慧 但是 拿一把口 這班的口就是 這班又是垃圾 你不要打 不要打 然後他打你 我支持你 例如你A打B 我支持B 但B打A 你不要打那麼多 打夠了 平手了 往往都是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弱雞的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 他們叫和平主義者 實際上是一些 衰靜主義者 投降主義者 是會導致到非常壞的結果 我會認為未來的局勢 很視乎美國大選結果 然後才會有最終的定論 我同意的 我們不如 好 轉一下話題 另外再講這個 最近在台北 有一個非常大的國際會議 當然啦 香港媒體是不會講的 所以我們都很值得講一下 是啊 最近在我這個地區 就是太平洋的西岸 有列墜很多的盛況 首先這個叫IPAQ 什麼叫IPAQ呢 就是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nterparliamentary的一個聯盟 Alliance on China 打正旗號的反共組織 就是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當然啦 對中政策是什麼可以容許的呢 當然我們不會說抗中 但基本上就是剛剛傑斯講的 大家知道是Counter against China 沒有言論啦 這個年度峰會的 每年在不同國家舉行的 曾經去到歐洲有一大堆國家舉行過 那麼今年呢 就輪到大家選了來台灣舉行 而台灣呢 在未舉行這個會之前 並不是IPAQ的成員國來的 OK 那麼這一次在7月30日起 在台北登場 其實這個也都是相當的觸目啦 我想全台灣的記者 甚至乎在台港人的一些媒體 那甚至乎是 他們都是積極去採訪 有關的一些活動 那麼我也知道呢 《香港變成青年》 也有參加它裡面的一些 一些這樣的活動啦 那麼我想看回是相當難得 那麼我會覺得 這件事能夠開成呢 是很難的 因為呢 IPAQ的章程 那章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所在國 這個你要是加入成為會員國 你會成為可以入到這個會 參加這個大Party 一定要是跨黨派的支持 就是換言之 你不只是執政黨 起碼有一個或多個的在野黨 一起做co-chair 那你才可以呢 成為我們的會員國 進到我們的長子開會 那你不就是叫國民黨 啊這個就是問題啦 所以呢 民進黨當然大家支持 他會支持抗中啦 毛疑民啦 會看黃定宇也不思謠的 大家很清楚 那麼國民黨問他們呢 啊有趣啦 問這個立法院的國民黨首席副書記長呢 林思銘 他就說呢 他們反中聯盟 啊 他們不會邀請我的 然後隔幾天呢 傅昆琦就說 其實他有邀請過 然後林思銘就馬上說呢 哎呀我是邀請過我的 喂你前後不一致 擺明是先說謊 之後呢 退堂啦 然後問徐考心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現在要罷免他了 徐考心就說呢 沒有收到邀請 其實個個都有收到邀請 公開的邀請 書面 E-mail什麼都有邀請 一個都不去 那誰在幕後扯線 不用問我了 好了 最後這個會開不開得成呢 開得成 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黨 民眾黨呢 這一次呢 就是白黨呢 有一個陳超之 陳超之 是的 那他就於是乎呢 答應 就成為這個co-chair 這樣 都算不算第三號人物的了 陳超之算不算 第三、第四號啦 民眾黨的 第三、第四號啦 以前當國務院做醫生的嘛 那之後他就離開了陸營 那所以你說 是不是完全沒有人幫忙 都不是的 那你說這個這樣的情況 共產黨是否授意這樣做 可能他腳踏兩條船呢 我不知道共產黨的策略會怎樣 但是你問我 對共產黨無傷的 反正搞到台灣亂七八糟而已 而重點的地方是 什麼啊 還有 Sorry 對不起 習你了 還有億 走進去 看看你iPad怎樣開會 所以 真是我想說 千萬不要以為他 嘩 轉死性 他基本上是收封而已 是啊 所以大家明白 這個這樣的會 其實你收不收封都不要緊的 很多國家 例如 就算你說歐盟很多國家 法國啊 德國啊 甚至是捷克 這個很支持台灣 歐洲國家 那為什麼他會來呢 為人的感情 動物 這些人呢 全部都是國會議員 歐洲議會議員 他認識你的話 譬如認識的 某某某民眾黨的立委 某某某政府官員 將來撥個卵 立刻說 幫我撐撐什麼什麼 你不可以寫這樣的東西 立刻去解決 人可以有這樣的 搭通天地線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說 賴清德、蕭美琴 分別發表他們的演講 而賴清德也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聯合國大會的27500號決議 講到尾 就是這個iPad大會都通過了 基本上沒有承認過 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講到明就是台灣就是台灣 他只是說 這幫國家還沒有這樣的勇氣 和地緣政治的地方 要去承認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自由、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只是說 你一個好的政治實體 那你繼續下去了 那這個存疑不論 地位不定 但我支持你的 那這個就是現在的情況 那麼台灣也都是希望 未來更加提升 是另一件事 但是我們肯定這個峰會 是開得來是非常重要 那麼中國外交官在封開會之前 據美聯社7月28日的報導 就是向至少六個 有人說是更多的這個議員施壓 這叫24個25個國家 接近50位國會或者議會的議員 來到這個地方參加的 就是其中六個施壓 但是那六個包括什麼呢? 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斯洛弗克、北馬其頓 波斯利亞、歐斯坦克、歐斯科威尼亞 和另一個亞洲國家這個匿名的 六個國家施壓 但是六個國家有退過一個嗎?沒有 每個人都說 我們來的目的就是告訴他們 這些威嚇是沒有用的 我們來的目的告訴他們 我們是抗拒中國的 換言之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是抗中的會議 那在未來的情況下 更加會 就是我會認為台灣會更加 在這方面 那現在各國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知道有一些 美國的政界人士都來到台北 那他們就是最關心的一點是什麼呢? 最關心的一點就是 台灣人想不想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意志 去捍衛自己的國家 就是他會看到這一次 國民黨這樣脫發是很難看的 他特地這幫人 是make it a news 講給全世界知道 台灣有一幫人是很親中的 是不想和中國發生衝突的 這件事在這些抗中的議員來說 看著眼中覺得 哇 台灣有一幫這樣的屁股 有一幫這樣的污點在那裡 很難看的 那一起到有些人就會說 喂 台灣如果真的受到 中國共產黨家國的攻擊 無論是民的 是沒有的 無論是認知戰 法律戰 輿論戰 還是攻擊的軍事的作戰 灰色地帶戰爭 台灣人是不是準備好去捍衛自己呢? 就是你不要只靠民進黨 我要看回 你們的民意代表 民進黨現在大家知道 他不是多數的黨派 這個在立法院裡面 那台灣人是不是準備好捍衛自己呢? 這個才是關鍵 你看到這個決心 大家關注這件事 聖經史就不同了 但是大家看不到他的決心 就很大勢 那當然有關的外交部 專門招待這幫人 帶他們來看什麼呢? 那些民團 台灣做了很多民防工作的事情 急鬥啊 戰爭來的時候怎麼辦? 讓他們參與這些民團協會的一些講座 不是真的的活動 是講座 令到這一幫這樣的議員 感受到台灣的人 是真的願意去捍衛的 而事實上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不要受中國共產黨 到認知作戰所宣言 你做任何的調查 還有我看到的文情就是說 是 有一輪的士路就覺得 共產黨來就黃絲歸來 我們和平 我們賺錢發財 就是香港都有大堆藍絲 但是你說 是不是絕大部分的台灣人 都願意Defend this country the answer is yes 越年輕 你不要以為支持安文治 他們不會Defend this country 他們都會Defend this country 我會覺得有六成 就是全台灣有六成的人 是願意在戰爭來到的時候 不是好像有些人 有些在台灣的人跟我說 三婆我打算走的了 我要去另一個地方生活的了 因為台灣很快會打仗 我算到了 很快會打仗 所以我拿到這個身份證之後 很快就會在其他地方生活的了 我自己心裡想 這些就是香港人 這些就是香港人 台灣人會覺得就是這些人 就是這種人 就是這種人沒有 loyalty 沒有 allegiance 沒有承擔 沒有效忠 沒有犧牲精神 其實他們是 如果… 如果… 這種想法的香港人 其實他們是不應該去台灣的 就是… 我記得我… 一兩個禮拜前 和你講美國的大選的時候 我都講過 就是… 就是… 美國人的心態 美國人的心態就是不會走的 所以我很尊敬他們 很敬佩他們 他們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要解決了 因為… 因為… 他們有一種無路可走的 無路可退的精神 譬如今天共和黨 有很多人都會是這樣 那我想… 就是香港人自己要… 要… 要反思很多這些問題 那… 就… 就是… 這個是很重要 還有就是… 剛才你說的這個很重要 就是… 其實回到剛才… 都是很值得… 不如抓那個陸生出來 你應該上次去座談會 應該找那個陸生出來 就是… 讓我們教他多些東西 就是… 這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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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那些議員的關注 其實是相當合理的 就是說… 喂… 他們都想知道 台灣會不會自己救自己 先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說了 你叫中國人… 就是… 那個陸新聞 有什麼可以幫到中國 哇… 你傻啊大哥 你自己幫自己先 那這個… 回到台灣 是一樣的 回到香港 也是一樣的 香港 一定要香港人自己自救 台灣 也要台灣人自己自救 那…然後人家先… 你不幫自己 人家怎麼幫你啊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這個… 我想他們的關注是… 是… 是… 合理的 至於你說… 喂… 我想… 不斷地警惕啦 你說… 喂…現在… 是不是很鮮明的 台灣人一定會去Defend呢 那… 我都… 某程度上同意的 就是… 我想… 最多台奸的 應該都是集中在台北的 OK 台北之外 應該呢 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台奸的 那… 我…我大致上 可能這樣理解啦 所以我會比較更加精彩 那… 就是… 我也想說就… iPad啦 就是… 這次那個就… 當然… 就是… 我覺得這次也是幾… 幾… 幾… 挖時代一次 就是選台灣開會啦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在… 老共呢 眼中這個組織呢 就長期都是被圈掩為一個 反華的組織來的 那…但是我要強調這個組織是反共而已 OK 就不是反華 所以呢 那個陸生又要… 他在台北其實他應該是參加這些活動 他就… 他問那個問題就是… 就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斷地重複 他問那個問題就是… 外面的人怎樣幫…幫…幫…幫中國人 喂… 這些就是在幫你咯 但是你敢不敢去呢 或者你去到你又會不會覺得 這些是反華組織呢 你會覺得…你可能…你就… 你可能… 中共那一套 這些是反華組織 喂…人家這些去幫你 這些是反共的組織來的 那你… 那你… 那你又… 會不會去了解多一點呢 這樣… 那…就… 吳野小嘉 這裡有整… 四十一個國家 連上剛剛加入的台灣 就已經有四十一個國家 那…有整… 二三八個… 分佈… 在… 這四十一個國家的國會議員 那這些國會議員 是自願性加入去這個組織 加入去呢… 至碼都有兩樣東西的了 一是就被老共制裁 一是呢… 就是… 整天被老共兇…兇他們 那…所以是有相當大壓力 那…但是他們仍然就是今天… 就是… 仍然堅持要留守在這個組織 目的其實都是為了… 我…我…我…我曾經看過iPad 有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回應中共呢… 有一個很好的說法 他就… 我們不是…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反你 OK 呃… 我們的成立就是… 防止你走來搞我們 你搞我們 我們絕對會反擊 他講的就是… 我們就是搞… 就是… 外面這個自由的世界 那…所以… 他就…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走來反… 反什麼反物的OK 不過我是要防止你搞我 那…所以… 那…他們就是… 其實是… 一直都為很多… 爭取自由啊…爭取… 或者…就是違反人權的事啊… 中國違反人權的事 他們一直都是… 不斷地這樣去發聲啦 那…我覺得… 台灣是應該加入去一個這樣的組織的 那…還有…就是… 這次在台灣的會裡裡 就…做了一份叫… Model Resolution on 2758啦… 2758號的決議文 那…也都是…做得很好啊 這個是一個台灣議題 其實帶回來又是… 咸豐年前 1971年的事啦… 那…就… 聯合國… 2758號… 那…其實… 再一次強調一件事… 就是… 其實… 不是很複雜… 但是… 今天是被中共扭曲了… 其實…是要多些出來說的… 就是… 1971年… 聯合國… 是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將會是… 在聯合國裡面… 呃… 代表中國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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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IPAD这次就说 其实应该把台湾带回到很多国际组织里面 这个姿态我觉得是继续要做和很重要 当然在现在很多组织,例如世卫那些全部都老共拿庄 但是你拿庄还是拿庄一件事,但是事实或者原则是要继续坚守 所以这次我觉得挺好,做了一份决议 叫做Model Resolution 2758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竟然也重要,第一就是说 这个一定要争取跨党派的支持 比如说大家知道我是比较右派一些 但是我不可以因为这样,所以说对于这些这样的联盟 有一些民主党,比如说各国的左派的人士参加 我们要拒出千里之外,或者觉得他们inferior 千万不要这么想 这个一定要争取一个跨党派支持 就是等于你今天要promote Hong Kong issues 你要promote anti-PRC, anti-CCP issues 一定是争取那个国家的所有议员的跨党派支持 就是在加拿大一样,在全世界一样 我想每个人大家自己政见 你可能支持我的政见,可能不支持我 但是这件事来说,应该是放下这些政见的分歧 一起争取更广泛的联盟 我想这些是重要的 我想这些红蓝势力,就是台湾里面的国民党 国共联盟,就是他们有一帮有知识 有咸阳的人,都希望要指出这些人 根本上就是在破坏这个更广泛的抗共联盟 我就觉得是一个反中、抗中的联盟 那些人叫抗共联盟,yes 但我会觉得这件事就是我们台湾要defend 一中一台,一边一国 台湾就要defend against China 我们都不敢说,不要说别人是否吃东西 连我们都不敢说,别人理得你的毛吗? 这个是基本原本 你先说 美国、日本、韩国 国防部长7月28日东京开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要分享情报数据 未来每年都有国防部长的会议 甚至就是说 美国、日本两个有安保条约国家 外加国防部长2加2 也在7月28日东京开会 延伸阻核 今次的重点是什么呢? 美军要在駐日美军里面 新成立一个统合军司令部 以前全部由夏威夷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去指挥 下决定 现在给了一个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 直属于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但是这个新的统合军司令部 可以有华士权 当真是中共解放军开到台湾的时候 要真是出兵的话 就是这个统合军司令部 调到军队出兵护台 基本上更加快 有效率和更加激动 而日本方面 前所未有的 以前都没有一个所谓的海陆空军的海陆空 自卫队全部属于国防部 国防部很难指挥作战 那现在搞了一个海陆空的自卫队 它叫做自卫队 其实是我的军队 自卫队它们本身要搞一个 所谓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編排240个人 对台 也都是基本上的护卫 也都透过这个日本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这个组织去做 而刚刚两个统合部门 是会互相对口的 就是美国的驻日军队 的统合军司令部 和日本海陆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互相沟通 协防护卫台湾 东海、南海、台海各方面的安全 而我看到 日本也都是陆上自卫队 和驻日美军的陆战队 搞坚毅之龙 Resolute Dragon的一个实战的训练 而且日本和美国协议如何做武器 日本做武器交货给美国 这个就是联合开发生产一个地对空的 外国者三型导弹 PAC-3 这个地对空飞弹 目的就是击溃中共射的 空飞弹 OK 那这个做法就是日本製造这个飞弹 交货给美国 換言之日本开始有自己的军工产业 这些新的做法 是几十年来安保从来没有过 美日安保从来没有过的措施来的 这种新的东西 不止美国宣示了它的核保护占 包括日本 甚至包括这个所谓的 丢月台就是日本的尖角列島 甚至包括刚刚讲製造武器 军队的重整 更加强烈的陆上的实弹的演练 在山口鸿本左河大昏沖城都有有关的调动 跟着美日韩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同一个地方又展开一个 前所未有三个在国际会议外的联合会议 这个会议是前所未有的 会议师这些东西看得到 而刚刚台湾这个是前所未有这么多的外国议员 欧洲议会的议员五十几个 来到这个地方去参加台湾的一个抗中会议 前所未有 即使我做这样的节目 看这样的新闻都未有 反正当我们关心很多奥运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 something is happening 这件事我会觉得我支持美国 无论它是谁当政都好 这个是他们本身捍卖自己利益要做的事 也都是在帮我们做的事 问题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决心这样做 即是今天你说要美国出兵来帮香港 很多人都这么说 香港人有没有决心 去挥复你自己的政治理想 你自己都没有决心这样做 要怎么帮你呢 那时候说2019年的时候 已经打到七彩了 美国都不帮我 即是说实在 人家没有这样的责任去帮你 很多国家的事情 我们会抗争 我们会努力 但可能会失败 失败了 不要爬起来 继续往前跑 要爭取最后的胜利 你只要坚持 你只要不丧失自己的信仰 继续有希望 因为我们的希望 不是在于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有一种什么铁板神算 什么奇门遁甲 觉得我们有希望 不是这些希望 是Believe in God In God we trust 我们知道这件事 我们未来一定会有希望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继续前行 我觉得这个要 不巧听 不巧听我也要说的就是 我想在别人的眼中 今天香港人 就是as a whole 现在说as a whole 我想在外面的世界 去看今天的香港就是 香港人经历2019年 2020年的事情 是某程度上是就范了的 我自己有这个 当然不是我 或者不是桑普 我当然也都承认的就是 我们也都继续在那里继续 但是今天 香港的situation 是告诉世界 某程度上 我们都是告诉世界 就是我们 我们是跪下了的 和香港 我想很多人都相信的 就是我们 怎么打 怎么够距离的 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代奴隆 就继续做奴隆 就是我想都有这个信息在那里 不要打飞机觉得自己没有 我觉得今天无论香港人做了的决定 我始终还是香港人 我都有份的 所以我想带出的一样信息就是 我们无论蓝也好 黄也好 我们今天都仍然是需要做得这么好 就是我们 我们很多香港人都未必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家 那我到今天我都不觉得 是啊 我到今天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很对得起我自己的家 是啊 这是我自己的心性 我知道傑斯的意思 我都希望大家明白一点 我说一件事 以前很少说的事情 就是几句话 我在这个地方做评论 要去帮香港说话 其实会陷入一个很大的 你从我角度去看一件事 就会发觉到 喂 我怎么帮香港说话 就是说 香港已经淪陷了 香港已经玩完了 那些人已经借了 等待时机了 现在个个都不做了 那这件事的话 人家会觉得 How did they look upon Hong Kong? 所以我每次做这个评论 写文章 讲话的话 我希望每一个评论人都紧受一点 就是说 讲全面这个故事 香港人还有很多人 做着日常生活的抵抗和不合作 由记者到探监 受难共同体 写信 旁听 一直到每一个地方 顶着一些东西 教育 宗教各层面 都很多人在反抗 你要讲这些故事 外国人才会 keep Hong Kong in mind 如果只是说 我们失败了 香港的议题 已经丧失了国际关注 这件事 其实国际的关注 47人案 因为他们是受害者 他们在小监狱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当然要抗辩 他们为自己的 整个人的清喻 香港的未来 继续在奋斗 他们在犧牲奉献自己本身 为了香港 但只是关注这些事情 外国人觉得 已经困定了这批人 犧牲了 接着剩下那批人 沉默的 死语的 香港玩完了 如果这样全停的话 我想请问你 你凭什么叫外国支持香港呢? 你凭什么叫外国 Defend Hong Kong呢? 而离开了我的人 就算无论说多大声都好 他都说你已经离开了 You are not part of Hong Kong which is true 所以我想要大家知道 只有留下来在香港的人 继续从事 日常生活的反抗与不合作 令到我们 令到全香港我们 令到全世界的政府 正要都知道 Hong Kongers are still vivid in their own protest in a subtle way 那这样就完全不同了 令到全世界知道 香港人依然心不死 而不是我们说的 是要facts的 什么facts呢? 就很简单 独立书店 頑强抵抗 记者协会的人 你看到Selena 她们本身的抗拒 你看到陈朗星怎么做事 你看到网台 很多不同的媒体继续做事 这些就是力量 一个白眼给何君堯 就是一个力量 这些新闻应该要 年年说 月月讲 把全人出去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我在这个地方说多少声 都希望做一个bridge 就是香港人送这些弹药给我们 去继续消灭 我们这个是基本的 不是 那就 离开了都有 离开了可以继续做事 我觉得 今天无论留下的 离开 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崗位 要继续做事 我想这一节我们好像带出了一个讯息 就是自己的地方 只能够交给自己去搞 无论中国也好 台湾也好 香港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我们大家都继续一起努力 不要太气馁 在哪个崗位都继续要发挥 就是大家的力量出来 那这次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第二次要找 杰斯频道 杰斯频道 OK 第二次的新所谓神州 好 休息回来 我们再继续有新所谓神州